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的狐狸 然后日本的狐狸如果要讲你好就会说什么 他就会说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小朋友讲一遍 こんにちは 来 恐龙老师讲一遍 こんにちは 蛤 恐龙老师讲得很糟糕欸 小朋友换你讲 对 你们讲的鼻孔龙老师讲得好 好棒棒 那我们就一起来喔 来听这个日本的狐狸电话亭 文库田何代 图高潮何美 狐狸电话亭 很好看喔 狐狸电话亭 山脚下有一座老旧的电话亭 一到黄昏 电话亭就会亮起一盏灯 这条很少人会经过的路上 这小小的灯光啊 仿佛总是等待着访客的到来 这座深山里住着狐狸妈妈 跟小狐狸这对母子 狐狸爸爸在小狐狸出生不久 就生病过世了 但是狐狸妈妈从来不觉得寂寞 因为小狐狸一天天的成长茁壮 一天比一天可爱 妈妈 你快看啦 今天小狐狸也攀在狐狸妈妈的脖子上 一荡啊 就荡到妈妈的背上 又咻的一声转了一圈 好开心喔 妈妈是她的溜滑体 哇 我会了 好开心啊 哦 好厉害啊 妈妈也觉得很开心呢 咦 妈妈也觉得开心吗 当然咯 只要你开心 妈妈就一样开心 那 那要是我会变魔法 你会更开心吗 狐狸都会变魔法吧 哈哈哈哈 这个嘛 可是啊 妈妈 不管说再多的咒语啊 都变不出什么魔法呢 什么嘛 妈妈 真失望 小狐狸一可爱的身影 在妈妈的眼里啊 闪闪发光 当空气里啊 开始飘着冰凉 清冷的气息的时候 小狐狸啊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似乎不像平常那样的有精神 怎么了 肚子饿了吗 还是哪里不舒服呢 没有呢 只是有点冷 狐狸妈妈不分早晚 她都紧紧的抱着小狐狸 她温暖她的身体 可是有一天早上 小狐狸小小的身躯 变得更小 更冰冷了 儿子啊 我的儿子啊 不管狐狸妈妈再怎么呼喊 小狐狸都没有反应 狐狸妈妈每天不断的哭泣 不停的哭泣 哭到啊 眼泪啊 仿佛都要融化了她整个身体 哭累了 她就静静的躺着 一动也一动了 过了好几天 某个黄昏 狐狸妈妈终于抬起头来 她看到远方的电话亭的灯光 一闪一闪的摇曳者 狐狸妈妈 她朝着灯光 虚弱无力的满山走去 那盏小小的灯光 稍微温暖了狐狸妈妈的心 突然间 电话亭的门晃动了起来 妈妈 安静的街上传来了响亮的喊声 好可爱啊 我的小狐狸啊 如果是人类 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吧 狐狸妈妈眯起了眼睛 看着那小男孩 妈妈妈妈 那明天见咯 那小男孩一蹦一跳 一流烟就不见了人影 男孩的背影好像长了一条晃呀晃的尾巴 第二天早上 狐狸妈妈急急忙忙就下了山 真想啊 在看到那个孩子一面哦 狐狸妈妈带着这份期待 坐在草丛里等待着 但是再怎么等 都等不到那个男孩 当天色变得比结梗花更浓的深紫色的时候 电话亭亮了起来 他照起了照亮了小小的灯光 这灯光像是个暗号 一亮起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 果然是昨天的小男孩 狐狸妈妈高兴急了 竖起耳朵静静的倾听 妈妈我好想见你啊 男孩忽然撒娇似的说 狐狸妈妈觉得好像是那小狐狸又回来了 小狐狸对着自己这么说 狐狸妈妈忍不住想 妈妈也很想你啊 她想紧紧的抱着小男孩 好想舔舔她 但是要是这么做 男孩一定会吓得逃走吧 狐狸妈妈卷着尾巴 咬牙忍耐的下来 每到电话亭灯亮起的时候 狐狸妈妈就会下山 她等待男孩的到来 妈妈我今天跟爷爷啊一起到车站去咯 真的吗好棒啊 还吃了冰淇淋呢 我连爷爷的冰淇淋呢 都全部吃掉咯 啊那你没吃坏肚子吗 狐狸妈妈不知不觉中 一句一句的也回应着男孩的话 男孩和爷爷两个人住 男孩的妈妈好像正在遥远的城市里住院 妈妈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海边哦 现在我们讲电话就可以了 只要能和妈妈讲电话 我就很开心了 就是啊就是啊 妈妈也很开心啊 是不是只要我开心 妈妈你也会很开心 嗯是一点都没错哦 狐狸妈妈还点了点好几次头 山里终于开始吹起了冰冷的风 一天夜里像往常一样 下山来的狐狸妈妈吓了一跳 因为电话亭并没有亮灯 突然间远方开了一辆车 搞什么嘛 这电话亭已经不能用了 上面啊写着电话亭太旧 所以要拆掉了 车上的男人说 什么要拆掉 狐狸妈妈觉得好惊讶 路的那一头 这时又传来啪哒啪哒的小小的脚步声 怎么办一定是那个孩子 要是他知道电话不能用了 他会有多失望呢 狐狸妈妈担心的低声说着 真可怜 那如果还有另外一座电话亭就好了 唉 要是我能够代替电话亭就好了 狐狸妈妈不甘心的躲着躲 啊 忽然间他惊叫了一声 这时候 狐狸妈妈竟然能用后腿啊 稳稳的站起来了 慢慢的慢慢的 他变成了一座电话亭 咦 怎么有两个电话亭 两座电话亭呢 男孩看起来很惊讶 但是他立刻就投入了狐狸妈妈的 怀抱 握着话筒的手掌啊 好像波斯菊 还传来了一股暖意 喂 妈妈 一阵甜甜的香味飘了过来 妈妈你听得到吗 嗯 嗯 我听得到哦 狐狸妈妈回答 他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跳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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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跟你说哦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跟爷爷一起去了车站 对不对 哎呦 不是啦 我知道我知道 你吃了冰淇淋吗 好吃吗 妈妈好想跟你一起吃水果麻糬哦 不是啦 妈妈 我们很快就要搬到妈妈住的那个城市里去了哦 所以啊 以后再也不用打电话了 因为啊 我每天就可以看到你了 妈妈 真想要快点看到妈妈 狐狸妈妈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片昏炫 难道以后再也见不到小男孩了吗 一回神 狐狸妈妈仿佛从梦中醒来呆呆地坐在空地上 她的胸口还留着男孩的体温 也闻得到她脸颊香甜的气息 咻哭 一阵冰冷的风突然就吹起来了 狐狸妈妈连忙针进了电话亭里 这时原本熄灭的电话亭的灯开始闪烁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啪亮起来了 啊 狐狸妈妈瞬间被一股暖意包围 好像有人紧紧抱着她 让她心里充满温柔的感觉 太好了 那个孩子啊 可以见到她真正的妈妈了 有多亏了她 我才能回想起我那小小的狐狸 狐狸妈妈轻轻地拿起话筒 在这个伸手就能勾得到 星星的晴朗夜晚 说不定自己的声音 就能传到小狐狸的耳中 喂 小狐狸 妈妈告诉你哦 哇 我会没有发了 真的哦 但是狐狸妈妈觉得自己越来越精神 没错 小狐狸一直都在我的怀里 我们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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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妈妈并没有发现 电话亭为了她 使尽最后的力气亮起了灯 也点起狐狸妈妈心中即将熄灭的灯 电话亭的灯光下 浮现着狐狸妈妈无比幸福的脸庞 故事讲完了 狐狸电话亭 很好看吧 讲到后来 巧克力老师也想哭吧 我要讲这本书 本来是巧克力老师 预计在最后一天 两个礼拜的三级警戒 第14天要念的 哪知道14天 现在已经变成40几天了 今天应该是第48天吧 但是呢因为讲了狐狸 一个好笑的可爱的狐狸 然后一个温柔 充满了爱心的狐狸 很不错吧 没关系 我们明天再讲别的故事哦 明天见